1895年,英国的马尔波罗公爵来到美国纽约,他被安排跟运输帝国范德比尔特家的千金相亲。这是当时英美之间流行的New Money加Old Noble的组合。唐顿庄园里的格兰森伯爵娶娶娶妻夫人,就是看上了她家的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兰森伯爵夫妇真的相爱了,因为这是电视剧,而真实世界中的马尔波罗公爵夫妇并没有擦出这种火花。 这位马尔波罗公爵来自英国非常著名的家族,你一定知道这个家族,丘吉尔家族。 嗨,我是娜娜,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英国贵族的故事,我们一起从贵族的家族史来看英国历史。 拥有权盈最大庄园之一的丘吉尔家族,世袭的爵位是马尔波罗公爵。 他们家族的姓氏全称是斯宾塞丘吉尔,家族的庄园叫布伦海姆公。 按照惯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丘吉尔家族史,丘吉尔组上的发迹史非常值得聊聊,因为关系着英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 丘吉尔家族的这位开身先祖叫约翰·丘吉尔,出生于17世纪末德文郡的一个乡身家庭,并不算是上流社会,但仍然有资格从政为国王工作。 他的发迹主要得益于詹姆斯二世。 早在詹姆斯二世还是约克公爵的时候,约翰·丘吉尔就是詹姆斯信任的左膀右臂,到了詹姆斯继位之后,更是晋升为中将,在军队里大权在握。 然而,当时间来到了关键的1688年,威廉和玛丽从荷兰来到英国,去詹姆斯二世王位的时候,约翰·丘吉尔却站在了大多数人那边。 可能很多朋友十分了解光荣革命这段历史,我还是做个简单的介绍。 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英国脱离了罗马教廷,成立独立的圣公会。 我们知道,信仰这些事是很难被改变的,哪怕大家信的,其实是一个上帝,一个基督。 所以,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英格兰始终处于宗教纷争带来的动荡中。 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一世复辟了天主教,并通过迫害新教徒,成功给自己带上了血腥玛丽的称号,千古留名。 亨利八世又恢复了新教,此后的英格兰君主们都坚持新教,但天主教势力从未放弃,所以宗教矛盾是让每位君主都头疼的事情。 亨利八世的继任者是苏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之后是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被国会军砍了头,英国成立共和制,但十年后,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复辟君主制。 查理二世虽然有无数的情妇和私生子,可惜没有正统子嗣,王位只能传给弟弟詹姆斯二世,这下就出问题了。 詹姆斯二世转化成了天主教徒,他继位后的一系列举动都显示出有复辟天主教的迹象。 英格兰人不想继续在宗教冲突的漩涡中打转了,新教贵族们秘密联系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他是一位新教徒,荷兰的奥兰治亲王,请他们夫妻俩来英格兰主持大局。 这个计划最终成功了,詹姆斯二世被赶下台,威廉和玛丽成为英格兰新军,由于整个过程没有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因此被称为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能成功,有多方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约翰丘吉尔,虽然是詹姆斯二世以仗的亲信,但他告诉国王,我要背叛你是对最高原则的忠诚。 连最亲信的约翰都投敌了,詹姆斯二世直到大势已去,仓皇出逃。 而新军威廉和玛丽感谢约翰的十大体,封他为马尔波罗伯爵。 威廉和玛丽虽然相爱,但也没有子嗣,往未传给玛丽的妹妹安妮,安妮女王的闺蜜恰好是马尔波罗伯爵夫人。 电影《宠儿》中细说了他们俩的故事,他俩不仅仅是闺蜜,其实是情人。 当然,真实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约翰丘吉尔靠着妻子与安妮女王的交情,升官加决,成为马尔波罗公爵。 当然,他自己也有真材实料,在西班牙继承人之战中,这个战争就相当于是欧洲各国借着西班牙王位争夺战, 祖图抢领土,抢资源的一个群架。 约翰丘吉尔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一连取得好几场战役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布伦海姆战役,由此约翰丘吉尔就获赐了修建自家庄园的土地, 这也是庄园叫布伦海姆宫的原因。 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明明叫约翰丘吉尔, 为啥后来他们家姓氏里多了一个斯宾塞呢? 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没有男性子嗣, 他将财产和爵位传给了大女儿, 这也是英国史上少见的事情。 大女儿过世后,将爵位传给了妹妹的儿子叫查理·斯宾塞, 自此马尔波罗公爵的姓氏就成为了斯宾塞丘吉尔。 可能有机灵的朋友注意到了,斯宾塞这个姓氏很耳熟啊, 你没猜错, 戴安娜王妃的姓氏斯宾塞与马尔波罗公爵姓氏中的斯宾塞呢, 是同一个斯宾塞。 约翰丘吉尔的小女儿的一个儿子做了马尔波罗公爵, 成为温斯顿丘吉尔的祖上, 另一个儿子呢, 就是戴安娜·斯宾塞的祖上。 英国的贵族圈子就这么小, 绕来绕去就是那些个家族。 从另一方面来看呢, 英国的贵族传承没有被打断, 说明光荣革命后的社会确实比较稳定。 说了这么多第一代公爵的故事, 总结来说就是呢, 白手起家, 军人出身, 没太多钱。 当然了, 没钱这个标准是根据贵族圈界定的, 毕竟那么大的宅子都起来了, 怎么可能没钱呢? 严谨点说就是, 没有可供后世, 取之不竭的财产。 这不到了第五代就出事了, 家底基本掏空, 其实也不是他的后代多能挥霍, 毕竟维护这座大宅子每年就得花不少钱。 第五代公爵撒手人寰后, 斯宾塞丘吉尔家族就毫不遮掩地卖起族产收藏了。 一开始先是卖珠宝, 卖古董书, 还是填不上巨大的财物亏空, 接着只好卖拉斐尔, 卖范黛克, 卖卢本斯。 斯宾塞丘吉尔家族依旧住在这华丽的布鲁海姆宫中, 一代代世袭着公爵爵位, 但财务问题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深渊, 永远望不到底, 永远填不满。 1892年, 21岁就继承了第九代马尔波罗公爵头衔的 查理·斯宾塞丘吉尔面临一个严峻的人生选择, 宣告破产还是另辟蹊径呢? 我们熟悉的温斯顿丘吉尔的爷爷是第七代马尔波罗公爵, 但温斯顿的父亲不是长子, 所以不能继承家族爵位。 这位第九代马尔波罗公爵查理是温斯顿的堂哥, 这位堂哥选择了去美国。 现在我们转个场子。 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在英国努力走仕途的时候, 一个来自荷兰的农夫, 正在纽约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开始他新的人生, 那时候的纽约还叫辛尼德兰。 时间很快流过150年, 这位农夫的后代中, 除了一个叫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的年轻人, 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勇气, 创建了一个运输帝国, 成为19世纪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出生于纽约的孔苏艾勒·范德比尔特, 就是这位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的曾孙女, 也是家中长女, 她自小就在母亲的强烈呵护下长大, 母亲的伟大愿望就是给她找个好婆家, 因此必须把她培养成一个好婆家会看上的标准淑女。 母亲大人的措施有逼女儿穿上钢制的贝贝加, 为她塑造挺拔的形体, 所有服装都由母亲选择, 学习各国语言, 如果不听话, 随时小皮鞭伺候。 就这样, 我们的孔苏艾勒成长为一位美丽动人的淑女, 果然吸引来了无数的求婚者, 其中有一位母亲大人认为只得考虑下, 因为这是来自意大利的约瑟夫王子, 但是孔苏艾勒实在是抑制不住对她的厌恶, 这时候呢, 媒婆还要上线了, 英美联姻也是需要中间人的, 当时在纽约就这么一位著名的媒婆, 佩吉特女士。 在她的牵线下, 母亲大人看上了来美国绝今的马尔波罗公爵。 虽然马尔波罗公爵英俊潇洒, 但孔苏艾勒也没有看上她, 原因很简单, 已经长大的美丽少女早有一中人了, 并且呀, 还跟对方秘密订了婚。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富家女和穷小子的浪漫戏码, 这位一中人也来自美国上流社会, 只是没有古老的英国公爵头衔, 所以母亲大人这一关是过不去的。 虽然一路听妈妈的话长大, 但爱情会激发出人性的倔强, 任凭母亲大人苦苦哀求, 脸哄带骗, 恐肃哀乐都不为所动, 甚至母亲把她锁在屋子里, 并威胁说要去杀了她的小情人, 她呀, 还是不松口。 然而, 我们的女主再怎么一直坚定, 也是被自己母亲亲手带大的, 那呀, 是最了解她的一个人, 最终呢, 她还是败在了母亲的大招下。 因为她的反抗, 母亲呢, 就病了, 欲兵欲重, 欲兵欲重, 马上就要走进死神的大门, 我们的女主, 只好投降了。 接下来, 公爵和未来岳父岳母就婚姻这笔买卖, 展开了坦诚的谈判, 最终以250万美元成交, 约合现在的7000万美元, 股权形式交付, 另外呢, 每年再给小夫妻10万美金的零花钱。 1895年11月6日, 婚礼在纽约的圣托马斯教堂举行, 如果你去过纽约, 你一定啊, 见过这座著名的教堂。 公爵完成了任务, 带着巨款回到英国, 拯救了自己的家族, 也拯救了家族的布伦海姆公。 现实中的公爵和公爵夫人, 远比电视上更英俊更美丽, 但现实永远无法像影视剧那么美好, 他们没能白头偕老,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就是一桩愚蠢残酷的买卖婚姻。 但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了23年, 有两个儿子。 来到英国后的孔苏埃洛, 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就像许多贵妇一样, 希望这些事业能带给他心灵上的满足感。 美丽的孔苏埃洛, 轮获了许多英国绅士的心, 其中包括彼得潘的作者。 据说呀, 他曾含情默默地说, 我可以一晚上等在雨中, 只未能看到孔苏埃洛走上他的马车。 有点感动哈。 后来呢, 他也爱上过别人, 有过情夫, 是丈夫的英俊表弟, 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哈。 但又与家族干涉呢, 无疾而终。 孔苏埃洛的第二任丈夫是个法国人, 后来他搬去了法国。 虽然和马尔波罗公爵离了婚, 但公爵亲密的堂弟温斯顿丘吉尔, 依然和唐嫂保持了友谊, 经常过去法国探访他, 顺便进行油画创作。 1932年, 依旧富裕无比的孔苏埃洛, 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建造了一座梦之屋。 有人猜测, 当年丘吉尔去美国进行的铁幕演讲, 就是在那里写的稿, 因为他给威斯敏斯特学院留的地址, 便是这个地方。 1964年, 孔苏埃洛逝于纽约长岛, 中年87岁, 但最后的安息地, 又回到了布伦海姆宫附近, 因为他要陪伴在自己柚子的身侧。 今天的布伦海姆宫运营良好, 经过美金的修饰, 依然美轮美奂。 曾经的巴洛克风古典优雅, 新的流行更加夺目, 壮观的管风琴引在长廊尽头, 花园的每个细节都看得出是精心打造, 看出来, 公爵家的钱还有不少。 每年圣诞期间, 布伦海姆宫都会有特别的主题装饰, 这些视频是我上个月去拍的, 2023年的睡美人主题。 布伦海姆宫就在牛津附近, 乘坐公交车即可抵达, 十分方便, 推荐放到你的英国油list上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的时间, 如果喜欢,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做历史类分享。